各位先生好,又是我Candy,Layman 今天跟大家研究5月13日第七場賽事 這場是三班1200米,沒有後備馬 因為三班,今天拆了兩組 可能是拆了兩組,報名馬比較少 即是分開了,想跟大家看看一兩隻馬 先看看這隻勝利風範 這隻勝利風範,上次拆了一個外檔 回來就輸兩個馬位 和這隻,他放在前面走 外檔剪了很久,和哪隻比呢? 譬如和這隻熊富日,風雨區 這些比這場的報速 在外面剪下來快兩線 第二段又慢回兩線 末段是一樣時間,所以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就是一個外檔 如果你只比一場,你都很難去比 比起勝區勝馬,在四班那場 因為又是熊富日在前面走 23秒6,他都是快兩線 第二段就一樣時間 第三段就比起四班那場 快了五線 回到最後就頂不了 大家等等,我再開一場看看 再開一場,也不用再開一場 看看他如何在外檔剪下來 有些旋理多彩 那些閃耀榮光 都是準的 回到輸兩個馬位 是否真的跑得不差呢? 這隻馬,你可以看看 今天會出的有發財寶 那隻馬,美麗有營 金康,金康,金康 這三隻 金康其實跑得不錯 那隻一路在外面 都減了很久才能過來 那隻美麗有營 又比他快 現在這裡還在三四碟 慢慢走上去 閃耀榮光那些 省水省力 在內蘭 發財寶在他旁邊 那隻英知星在這裡 贏馬 這裡還要走上去 這隻馬 就是旋理多彩 中間有這隻美麗有營 外面勝利 風範 蓋上去 內蘭第四位 閃耀榮光 跟人跑得很順 第五位 還有綠色衫 紅毛 發財寶 他入直路的時候 轉腳都轉很久才轉回腳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隻金康 裡面浮浮樣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馬開始可以了 發財寶也不錯 跑得 他轉了很久 腳都轉不到 好了 這裡差不多轉到了 那隻金康 擠了一段 接著就沒有了 發財寶也在外面衝 趙本輝 又贏多一場 跑第二名的馬 閃耀榮光 似乎有機會頂到 封竹 走出去 後些才有競進天嬌 內蘭白秘菇金康 那些馬 入正正路 前面偷出的馬 見到還是藍衫 這隻 旋理多彩 外面勝利福範女 抖緊之際 內蘭閃耀榮光 已經追上來 封竹 再見到外面位置操 英智星打衝鋒 外面上衝發財寶 最後一百米 外面英智星 噴噴射上來 趙本輝又贏多一場 跑第二名的馬 閃耀榮光 如果他不是有雪戰神驅 放上來 他應該可以進入四連環 今天的檔位就好轉了 但今場的腳很麻煩 待會講神操再講 1號勝利風範 潘頓碰過保持功夫 2號雪戰神驅 不是 協進神驅 又是神驅 保持功夫 3號電訊標馬 就等一等 有試過草地的 積極的 4號的加州海哥 9月就不良於行 12月之後又回復 我先看清楚 因為這隻馬 我相信都幾多人留意 9月不良於行 就是這裏 可以做到 去到12月才回復 復貨 復貨之後 試一下 雜 又草雜 做到這裏 2月10又停 停到3月 即是停了幾個月之後 又再做了兩貨集 其實那兩貨集 沙田直路那貨集 我覺得是好的 56秒幾是快時間 但今天要過來轉彎 那貨集我覺得是OK的 直路 我相信很多人留意 到5號的陽光戰區 就試過兩貨集 重化 都是積極的 6號的聖賢 蔡明紹又碰過保持功夫 7號的智愛保持功夫 8號喜勝區 保持功夫 9號活力勇士保持功夫 10號天衣無縫 黎海榮又試襲 守住一下 今天轉艙初出 6月10月 右邊腳都有事 19年6月10月 11號地通拿保持功夫 12號銀量之星保持功夫 上次騎的 古惑調動 上次1號勝利風範 賀明年轉了潘頓 2號 薛恩轉了賀明年 3號又是薛恩 轉了史卓峰 4號新的 5號田泰安轉了薛恩 1日停 6號潘明輝轉了蔡明紹 7號田泰安轉了波見市 8號原裝何宅堯 9號莫雷拉原裝 10號今季初出兼轉倉 11號楊明倫原裝 12號黃進就沒有了 變了潘明輝 轉倉馬有兩隻 有喜勝勁區 天衣無縫 這兩隻 人馬合拍的 曾經贏過馬的 電訊錶馬 喜勝驅 以及銀量之星 這三隻是人馬合拍的馬 這場馬 不穩定的因素都幾多 像那些協進純區 沙田過來快活谷 其實他輸了也不遠 可惜撿過12檔 但今天又有配備變動 電訊錶馬 他一搶到就有威力 但跟著人跑就不行 但今天又有配備變動 加州海哥又新出 加州海哥又新出 再加上一隻 受傷初出 轉倉的天衣無縫 上次的活力勇士 是補出來跑的 其實他第一場跑得不錯 射一條內欄 其實我覺得他兩場都跑得不錯 另外那隻喜勝驅 換了配備之後 除了千四那場之外 其實每一場都好 這場馬 有幾隻馬是沙田過來的 有協進神驅 聖賢 地通那 不算新馬 也有這麼多隻 沙田過來的 這場馬 我都預計 希望這隻勝利風範 上次的12檔 賀明年的騎法 和潘頓7檔 騎法 可能當位來移 我選這隻做膽 但選腳很麻煩 第一件事 一隻健康曾經有問題的 加州海哥 今天你說撿過內檔 我都會選他 但撿過10檔 我都會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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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高冬 離出兩隻 打王牌 只有一隻 後備保護權 兩隻 我自己覺得 先拿這隻勝利風範 起碼跑法 主動一點 看看電訊錶馬 能否撿到他 電訊錶馬 曾經贏馬 那場季初 第二段 打王牌 打王牌 又選擇 又配備變動 但我選不到這隻馬 這場馬 我選擇一下大帽 選擇一下冷門 我第一隻拖回這隻 起勝區 我覺得他上場是 誠 一號膽的勝利風範 拖了8號的起勝區 一號膽的勝利風範 拖了8號的起勝區 然後選腳 很麻煩 銀量之星 可以60分 可以佈四班千二 他可能是專門過來跑三班 寧願背輕磅 其實選擇幾隻腳 其實我有幾隻腳 我覺得不錯 銀量之星 活力爵士 治愛 聖賢 就算是電訊錶馬 我都覺得不錯 但始終是名額有限 我覺得這場馬應該要玩四連環 四重彩 選多一兩隻膽 拖一下 但我都是選四隻馬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要1號的勝利風範做膽 8號的起勝區 接著一拖8 另外我會選擇這隻 6號的聖賢 這隻聖賢 其實今天跑法可能是被動一些 但看看他有沒有得爆 這隻馬是爆得下的馬 有一場 他跑過第五回來 那場 我就留意他 但今天他試過 1400日照爆 接著上場1600日 走去中段踩 十二檔 上黑服的檔位 今天就返回基本步 縮回來1200日 但不是沙田1200日 縮回來快活谷1200日 那場 他有得追一下那場 希望給大家看看 為何我選擇 我自己為何會選擇這隻馬 他前面的美麗有型 交到表演 後面的開心人生 他早過開心人生 在外面衝 他在內面塞 後面的鑽飛龍 大俠時那天 不要說 他就留下跑 問完話之後 幾場都在 這隻聖賢 今天順順利利地 讓他衝 看看他快活谷 能否適應到 轉彎 畢竟頭馬 都叫做平海掌聲 和三班都有資格近的 快樂歡騰 連起福將這些馬 我愛了這隻馬 一拖 八 六 接著真是很煩 慶加州海哥 智愛 活力著士 銀量之聲 我覺得 選來選去 看看這隻銀量之聲 是否想來這裏 揹一揹 這隻馬 經常跑第二、第四 上場跑直到一千 這隻馬真的沒有 上次我看到這隻馬沒有 但是 拖一下他是不是 揹輕 跑快活谷 就會好一點 其實這隻腳 只是一個理由 支持我選這隻馬 就是拖他回快活谷 上次直路 他真的不會跑直路 跑得很差 希望他回去快活谷 不跑四班 跑三班 揹輕一點 看看會不會跑得好一點 這場馬就是 一號勝利風範 擔作膽拖八號的喜勝區 六號的勝賢 十二號的銀量之聲 其實玩四連環四重彩好一點 我剛才提過的馬 都可以選擇 智愛 活力著士 其實兩場活力著士 都不跑得差 今天撿過二檔 他可能不會跟那麼厚 這場 可能一出來 就拗住前面的位 看看他回來有多少馬 要不和他鬥搶 要不看他怎麼跑 這隻馬 上一場就衝去外面 但我始終名額有限 我選不到 選得潘頓 就不想選莫裡拉 所以就選一些懶滿 搏搏搏搏 這場都是膽搏搏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